你 哦 有點像彈跳上去的感覺 let's go let's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天津青年经纪团 我的行当是花蛋 太可爱了 欢迎 我是学木偶的 木偶的 木偶 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学的叫帐头木偶 就这样举着眼的那种 也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您遵行大名啊 我叫徐一航 双人徐一二三四一航行的好 欢迎 太好了 我听说你们当中还有 港澳台地区的同胞 让我们做个介绍 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郑力佑 来自中国台湾 今年十九岁 欢迎欢迎 郑力佑欢迎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北京吗 是 有什么感受 觉得很繁荣 心情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很兴奋 但是也蛮紧张的 好期待着你的出色的表演 好吗 谢谢老师 好 欢迎欢迎 你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来自海外地区的朋友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我叫拉娜 然后我来自俄罗斯 然后我是二十三岁 然后我是二十三岁 我的中文不好 我就输了 好 欢迎欢迎拉娜 我听说你们当中还有当过兵的军人是吗 啊 老师好 我叫房静 曾隶属于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工作部文工团 我们之前在部队组织了一支女子摇滚乐团 我是摇滚乐团的鼓手 然后 哇 哇 听出来就 炸了 我是有 我是 我都不知道 这个军人在部队也会有一些军训对不对 我们之前曾跟另一个女子突击队一起训练过 做几个动作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 来 上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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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得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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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就是这样 好 好 谢谢房静 谢谢 认识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公布你们的答案了 说说什么是华彩少年 在我看来 中华最美妙的文化 就是在于56个民族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文化 它不同的碰撞 才产生了这个最美好的 最宏大的东西 而少年我觉得祖国的花朵 我们有任务和义务 去传承这个美好 并且正能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华彩少年 应该就是想表达 我们的任务和我们坚决 说得特别好 还有不同的理解吗 或者要补充的 我觉得华彩少年 其中华就是中华 而彩就是精彩 而华彩少年 就是每一个人身上带着 精彩中华文化的精粹 然后来这里不断地传承 发展的少年 说得好 其实刚才每个同学的发言 每个少年的发言 都说出来了 你们心目当中的华彩少年 和我们要寻找的华彩少年 我们要寻找的华彩少年 是那些拥有少年气质 敢于创新 不懈努力的人 接下来会有两个月的时间 通过你们的相互的合作 相互的历练 相互的锻炼 最终在舞台上 呈现出来的 是一道一道 不同的亮丽的色彩 最终构成的是 我们的华彩少年 那就是热爱我们的祖国 热爱我们的民族 热爱我们今天的新时代 让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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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泰少年 加油 出发 哇 开心 开心 好开心啊 let's go let's go 我唱第一次来 哇好高纸 真的很向往这里的 妈妈我在中央电台 这是意气风发 对无敌优秀 对无敌优秀 卡4K 超高清 未来的我们就在上面 一览无鱼 这个地方我也要打卡一下 哎 呀 曲斌姐姐 曲斌姐姐 你们好 哎呦 这你们是 我没有 你都没有偏长大的 喔 是吗是吗 对对对 哇呦 这是惊喜吗 你们是来录什么节目 上线吧 华彩少年 哦 华彩少年 嗯 董毅老师那个 对 那我请你们喝咖啡吧 好不好 好 来了 请坐 哇 谢谢 谢谢老师 上海丁的logo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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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之后就去好好的展现你们的自我吧 来 一起加油 好嘞 再见 老师再见 老师拜拜 老师再见 这又是又是惊喜是吧 就感觉央视能就像个迪士尼一样 能实现我各种各样的梦想 坐那喝咖啡你就 哇 董卿姐姐走过去了 哇 萨贝宁老师走过去了 这种感觉你在这儿喝咖啡 我想在这儿工作了 不想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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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个集合处 哎 你看那有一个集合处 就是来干啥呢 哦 我知道了 就是会有一位老师要来见我们 是吗 对 哇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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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来人了 啊 来人了 啊 来人了 啊 来人了 打得好 啊 来人了 我是你们的监考端 易洋千景 今天 大家会有一场考试 啊 今天 今天有考 马 马上吗 是的 我当时第一反应 考试可能是考艺术嘛 我就说 啊 完了 我没开嗓 在进入考场之前 我需要给大家发放准考证 请叫到名字的同学到我这里来领取 第一位 聚来提 第二位 田轩宁 谢谢 田淼淼 程宇吉 张晓涵 这里 谢谢 终于 来了 谢谢 你更喜欢吃 成都火锅还是重庆火锅 我更喜欢吃北京涮锅 哦 北京涮锅 开头 谢谢 那么大家现在拿好准考证 跟我上楼吧 真考试啊 考试 里边是啥呀 电教室啊 摆一个老师比较自信的造型 仅以此造型向我初中的班主任致敬 每次考试他都是这样 你感觉我这个老师比考生还紧张呢 都要拔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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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哇 哇 比试现场 哇哦 这一场我的妈呀 哇哦 比试这一场 我害怕了 会考什么呢 哇 真的太奇葩了 怎么会有比试呢 哇哦 我真的 我很真的 硬 真的没有想到会有比试 我感觉我又在经历高考一样 哇哦 通 頤哥 不用做这种无聊的综艺效果了 哇 看到我你们一点都不惊喜 哇 霉恋 哇 我们要考什么 没有想到吧 没想到吧 这个节目还有比试啊 没想到 这真没想到是 来吧 欢迎来到上线吧 华彩少年 我是监考官 监考官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怎么了 没事 看着那么不像吗 像 我是监考官 晓妮 我是副理监考官 颐杨津晓 今天的考场就是千玺和我 一起来布置 黑板上的字也是 他写的 我们一起写的 好看的那是他写的 难看的是我写的 你们自己分辨吗 说真的 其实一开始听说 有这个节目的时候 特别想报名 我直接就跟导演投递了我的简历 后来导演就跟我说 晓妮老师 年龄不够 哎呀 我还挺惊喜 我年龄不够 我这是华彩中年吗 他说 晓妮老师 你们家孩子年龄不够 哈哈哈 后来我看了看这报名表上 有好几个都被筛下去的 萨贝宁 哈哈哈 朱广泉 哈哈哈 康辉 哈哈哈 一样是F4 F4 每个人的报名表上 都盖了个戳 两个字抄着你 哈哈哈 接下来 请接受我们两个 共同为你们出的 第二道题目 你对我们的中国文化 有多少了解 比试 时长 三十分钟 哇 哇 我晕 好棒啊 好棒啊 哇 一打开卷子 哎 选择题 哎 往后一翻 哎呦 填空题 再往后一翻 还有作文 哈哈哈 刺激 有点难 我有点害怕了 有点难 但是又不能说难 不难 就有点想回家 啊 因为我觉得家里 也会很温暖 真的是心里特别没有点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 老师每次看我们 考试的时候那种 表情 嗯 哈哈哈 小样 让你平常不好学习 哎呀 可以摸你那个 上学的时候考试 然后老师就是用那个名识 让我们看 就是 我们找一个最没有马化的人 是吗 那个穿着带衣服的 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 好 我们俩从后面过去 找找找找 没事 不用有压力 呀 我就是随便点一点 不是吗 嗯 没有 我就是随便点一点 好 有点过瘾 这个你好看一下 这是什么 嗯 是这个 什么 这个 这 你 一分钟 距离考试结束 还有最后十分钟 抓紧时间 时间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还要考数学 下午是物理和化学 还有最后五分钟 请抓紧时间 五 四 三 二 考试结束 两道题没写实在不会 空红是弹的还是吹的呀 弹的 因为二骨子拉的呀 写的我脸都红了 我也是 脸红什么 脸红 羞的可能是羞愧难当 是羞愧的 怎么样考的还好吗 懵了 没写完呢 好得很 完蛋了 我不知道很多东西 但是 没关系 下次可以 我们有下次 考生 有吗 千玺对哪位考生印象最深 徐一航 不会吧 真的吗 我想很荣幸的站起来 千玺千玺你好 徐一航 哎 后面那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还我 哈哈 徐一航 后面那位 十选 十选不一样 对 他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 外语的考卷 哦 哦 我们请千玺把他的作文提念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虽然我不懂俄文 但是这个字写得非常漂亮 哦 好多 哦 哦 不是 我太欣赏了 太傻 没有老舍 我不要 不要老舍 这个不好看 你能把你的这个作文练一下吗 我们听一下 感受一下俄文的美好 好来 嗯 呃 哈哈哈哈 哈哈 когда смотришь в небо сразу задумываешься о вселенной в тот самый момент я ощущаю себя меньше муравья и меня пугает необширность и загадочность мира 真的好 真的好 с ближних планет нашей солнечной системы мы проводил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 луну и на марс наша нога уже ступила 好差不多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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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才那句特别好 真的吗 对 对吧 我也觉得 刚才 我谢谢 是不是 最后拍的小黄 你站起来翻译一下 那句说的是什么 那句他就说 他很荣幸来到我们这个 上线芒花的少年 很开心见到小妮老师 哈哈哈哈 哇 哎呀 小黄你太让我印象深刻了 我一定要把你的试卷拿出来 给大家读一下 其实很多考生我们印象都特别深 然后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一个考生他在 这道题目当中啊 传统艺术如何在新时代进行创新表达 他说 我看到这个题目我挺羞愧的 我觉得 无妨把你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那位同学 你建议跟我们分享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有一种根本下不了笔的感觉 在没有看到这些扎扎实实的考题之前 还觉得自己能够去传承 传统文化 但是其实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 根本就不敢下笔 就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资格 再去谈关于他传承 创新等等 先了解 先学 先认错吧 我真的很想写满对不起 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吧 很羞愧 刚才真的有点想哭 为什么会想哭呢 丢脸 我其实挺喜欢你现在的答案 哪怕在考卷当中留下空白 也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差距是什么 这可能是华彩少年在这个舞台上 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要志得意满 我们要用这两个月的时间 让自己变得满满当当 到这里不就是来互相学习的吗 好好加油 好吗 好了 下面这个题目 是由我们的监考官 易杨千玺为大家提出的 第三道题目是 请大家写下 未来两个月你们要怎么样度过 我跟小宁老师也会写 发给大家吧 哎呀 太遗憾了 没有问到 你想问吗 你现在问 他在你旁边 千玺老师 想问问题吧 我没有站起来 所以我没有证据到这个机会 但是 还想问问你 是 他们瞧瞧说 其实我想问的是 你是如何去 找到自己最擅长 最热爱 最自信的东西 并且坚持他们 需要时间 你 你在慢慢找他的时候 不断地先 加强巩固 现在自己现在已经有的 你不断把你自己的小世界 扩大以后 就会有相同气质的人 吸引过来 你们就会一起做 你喜欢的事情 先先先鼓鼓拥有的 然后慢慢慢慢哭 来 嗯 谢谢 千玺老师 蹲下回答我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瞬间 会让我觉得这个人是真的 很用心地在跟我说话 今天节目组 让我和千玺代表他们 为大家送出一份小礼物 大家做好准备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天哪 稍后呢 就要请每位选手 将自己的名牌拿走 留下 你的这段话 这样吧 千玺 你先把你的这句话 先挂上去吧 二十岁 顺利 二十岁 顺利 这话听得好气 三十七岁 顺利 我写的是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 青春 由魔力而出彩 人生 因奋斗 而升华 在未来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各位少年 你们将会 经过一次次的魔力和奋斗 你们当中的佼佼者 将会有机会登上国家大舞台 哇 希望你们能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自己能够散发光彩的地方 祝福大家 未来的时间里 我和千玺将继续见证大家 在舞台上绽放华彩的时刻 希望自己可以不只是有音乐 还可以唱跳 尽自己所能好好加油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奥利给 希望不会在原地踏步 开心心的 希望自己能就是更加去突破自己 拼尽全力 不留余地 加油吧 华彩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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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ヶ人 德杨 programme